大家好,今天又為大家來介紹一下 甜意起司醬是什麼 甜意起司醬是調配好的浴瓣粉、加水、攪拌均勻 煮沸形成的流體狀起司醬 一般會運用在淋醬、佐醬或者入餐應用 一般傳統起司醬是怎麼製作又有什麼區分 一般起司大部分分為白起司醬和黃起司醬 黃起司醬製作的材料有 黃起司片三片左右、奶水一杯、麵粉一匙 製作過程是黃起司加入淡泥 先把麵粉跟奶水拌泥、加入起司 慢火至隔水、煮至濃稠 熟成的時間長短、黃色就是較熟成、氣味較重 質感扎實、有的會硬到像肥皂 例如刨起司粉的胖麻生起司 白起司醬的材料是奶油50克、牛奶250cc 玉米粉一茶匙、煎末粉二分之一小匙 起司片四片、起司粉三大匙、鹽、糖、白胡椒粉適量 他們的製作過程是先熱鍋、把奶油融化 並加入牛奶、煮滾、拌勻 再加入玉米粉、芥末粉及起司片、起司粉 以小火煮至起司完全融化 以鹽、糖、白胡椒粉調味即可 白色乳酪通常熟成的時間比較短 大部分是軟脂乳酪 也有的是泡在水裡的 所以義大利的水牛起司 或是長的圓圓外面有 白美的卡蒙貝爾等都是 一般傳統起司醬的製成 與甜意的起司醬玉拌手製成 有什麼差異呢? 甜意起司醬的材料是 是使用玉拌粉和水 一般傳統起司醬要添加的有 奶油、牛奶、起司片、起司粉、玉米粉、鹽糖 他們的製成 便宜的起司醬只需要加水、攪拌均勻 煮沸、熱浴法、保溫即可 傳統起司醬需要準備眾多的原物料 製成中分階段性添加原料 煮成起司醬 製作的供食成本 甜意起司醬可以節省備料及主料的人工食成本 那一般傳統的起司醬 會耗費比較多的人工去備料及凹煮 一般市售的起司片 跟甜意的起司粉 在成分上有什麼差異呢? 這邊呢可以看到表格幫各位整理了 市售的白起司片和黃起司片的成分 以及甜意的橘色起司粉和白色起司粉的成分比較差異 甜意起司醬粉有什麼特色呢? 起司醬粉起源研發的概念是前陣子夜市盛行的 起司馬鈴薯 特色是只需加水攪拌均勻 稍微煮沸即可食用 若需長時間使用 建議使用熱水、熱浴、溫度控制在50度C 維持口感及它的流動性 起司醬粉無論淋在馬鈴薯 還是日式炸豬排或是各式炸物 又或者運用在於馬鈴薯泥 與配料攪拌做成焗烤馬鈴薯泥 都非常適用 甜意的起司醬有偏黃跟橘色的差異在哪裡? 甜意的偏橘的起司醬 它是完全添加橘色起司粉去調配的 比較偏黃的是 它以白起司粉為主軸 部分添加橘色起司粉去調配 煮好的起司醬要怎麼保存呢? 起司醬粉如果當天沒有用完的話 可以用保鮮膜封好在冰箱裡存放 隔天要使用的時候 再拿出來隔水加熱即可使用 但是冰過的起司醬 需在濃稠度稍微調整一下 煮好的起司醬可以放多久呢? 起司醬冰在冰箱大約可以放2到3天 但是還是會建議客戶每天 還是打當天可以用的量就好 新鮮的食材還是不建議一次打太多 以確保產品的新鮮品質 起司醬煮好放一段時間表面會結一層冷 怎麼辦呢? 起司醬的配方當中有添加一些膠體和澱粉 當粉體與水攪拌均勻 開始加熱至72到75度C 就會開始產生糊化,形成濃稠度 如果煮好的起司醬放在室溫溫度 若低於45度C 就快要開始產生凝膠的狀況 表面開始會形成一層結膠的膜 攪拌後還是會有一塊一塊的結膠 我們會建議客人煮好的起司醬 用水浴法保溫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隔水加熱 但是溫度只需要維持在50度C即可 建議隔水保溫再加個蓋子 因為表面還是直接與空氣結束 也是會有一層波波的 在保溫的過程中 也可以適當的去攪拌它一下 便宜起司醬它可以有什麼樣的應用呢? 它可以用在淋醬類 它可以淋在蒸好放完配料的馬鈴薯上 可以淋在炸好的豬排上 也可以淋在炸好的薯條 或是煎好的鬆餅 也可以淋在烤好的厚片吐司上 也可以淋在煎好的歐姆蛋上 如果拿來入菜用的話 它可以當義大利麵的炒醬 也可以當燉飯的炒醬 如果拿來用沾醬用的話 它可以當炸物的沾醬 或是玉米碎片的沾醬 它也可以拿來做它的調味醬 它可以做洋芋醬 可調成生菜沙拉用的起司洋芋泥 或者做成焗起司洋芋泥 當炸飯糰的拌醬 可以炸飯糰的飯 要拌盒調味 便宜的起司醬 一定要加熱嗎 可以加冷水攪拌均勻就好嗎 因為我們的這支產品 它成分中含有生澱粉 需要經過加熱攪拌才可以使用 本產品所添加的修飾澱粉 具有抗老化、安定及蒸醜的功能 如果緊加冷水攪拌均勻 是無法產生不化 形成起司醬的 甜意起司醬有什麼優勢呢 它方便好操作 而且可以幫客人依照口味做客製化的服務 甜意起司醬粉怎麼保存呢 起司醬粉 未開封建議在陰涼處保存 若開封後建議封好 存放在蜜蜂罐裡 或是完整蜜蜂的保鮮盒 避免起司粉與空氣中的水氣直接接觸 形成結塊的現象 以上就是我們為各位特務所整理的 有關一些起司醬的常見問題以及解答 後悔請 請訂閱 點擊 按鈕 點擊